来 那个小鸟伏他家 我讲问个事 问个事就是我的亲戚 有一个亲戚是我老婆的妹妹 我老婆的妹妹 我的兄弟 他的那个老婆 等会儿等会儿 你有一个亲戚 你老婆的兄弟 就是我的那个小舅子 小舅子听得清楚吧 我的小舅子 我听你老婆难闺蜜呢 你真扯 差老远 小舅子完了呢 我是问真事 我的小舅子 他的老婆 就他的小姨子 嫁了一个美国人 你的小舅子的小姨子 对 他嫁了个美国人 到美国去了之后 然后他觉得还可以 他就把他的妹妹 就是把我小舅子一家 就叫到美国去了 现在是他们两口子 就是我小舅子 他们两口子 带着两个女儿坐飞机 他们是就是那种 他搞了签证的那种 我不知道是什么签证 就是跑到美国去了 现在到美国上公立学校 然后就说 想留下来这边打黑工 就是在美国打黑工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 没有工卡 我听过你的那个 他没有工卡 然后这两个女儿呢 这两个女儿呢 有一个女儿是天才 非常的聪明 就是说 谁女儿是天才 就这个小舅子 有个小女儿是天才 小舅子有个小女儿 特别 特别牛逼的那种 就是三年级 就可以跳六年级 然后人家就现在十二岁 就直接就上初三了 就是 而且上初三之后 他就是年级排名 都是重点中学 排名都是第一的那种 就是非常的天才 然后现在跑到美国 上公立学校了 他们家的情况还可以 大概有个几百万 就这样 这样的情况你觉得 最后会怎么样 我就很担心他们的事 你是很担心小舅子一家 还很担心他这个女儿 小舅子一家 小舅子一家 我也担心他那个 我也担心他那个小女儿 可惜了 太可惜了 他的小女儿 切实来讲的话 他小女儿 不会长得跟你有点像吧 你别乱说 我说正事 而且他那个小女儿 我跟你说 就是我们国内 不是补课很厉害吗 就是那种内卷很厉害 他从来不补课的 就自己看书 而且经常是该玩玩 他是从来不补课 玩得很厉害 打游戏什么都很厉害的那种 我这么跟你说吧 首先你刚才问了几个问题 他们怎么来 基本上是 旅游落地黑 可能是吧 应该是 不用可能是了 你讲话 他就不可能是优秀人才 他也不可能花个千八百万 他不算优秀 他们就是搞房地产 他就属于那种 怎么 你是傻的哥们 你是自来水管子 我拧开 我关上 你就停一下 我还说话 没说完呢 他不是嘛 完了 完了 他是那个 他也不可能是花了千八百万 投资移民 所以不出意外 百分之九十可能性 他肯定是属于落地黑了 落地黑呢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几年至少回不去 几年回不去 什么意思啊 几年不能走了 你申请的 你申请的那个玩意儿 你就不能走 你就不能回 甚至以后回家 你都不能回 这么渴望啊 你申请的东西 你申请的东西 就是回不了家嘛 不是他 他还是旅 我不知道他应该是旅游签 旅游怎么可能 旅游有什么资格在本地打工呢 然后就是他的女儿 现在是这样的 他不是他那个 他那个妹妹吗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小姨子吗 不是在 加了个美国亲戚吗 加了个美国人 然后就是把他们搞 把那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都带过去了 一家都过去了 然后他在那边 申请了一个 那个公办的那个学校 已经在报名了 就是什么 发了发了 已经进学校了 我这么跟你说 就是你的情况 我现在听明白了 听得非常的仔细 就是我跟你 首先说的是 他们的身份是怎么回事 未来回不去的 这么一个情况 二呢 是就是他的这个孩子 如果是个天才在美国 是怎么去发展的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他家里头 有足够的钱 支持他女儿 在这个超前完成学业 这个领域里面 去就是真正的去支持他 去一路走 他去 他钱足够的话 他的顶点 不会太差 不会太差 就是不 可以这么说 他的顶点 甚至按照 金石金石 当然他孩子长大以后 不知道怎么说 如果按照今天来讲 他如果真正有足够的 钱的情况下 他的这个造诣 甚至可能 没有足够的钱 甚至可能比国内要高 这个实话是说 我不是帮人家吹 因为国外对于天才儿童 他是确实有一些特殊的 这些 这些所谓的 这个 照顾也好 还是说 这个特殊的培训机构也罢 他确实是有的 包括你最后 为什么 为什么说可能比国内高 因为暂时来讲 他的这个 很多学校排名比国内高 对吧 你毕竟拿说 你是拿说哈佛耶鲁建桥 这些拿说排名 哪怕斯坦福 你拿说排名 他跟那摆着呢 对吧 那这个是这个是不用置疑声建 但是如果你想让孩子从公立学校 考上到这个 上到说这个什么 这个哈佛什么 这个这个可能性 他要付出很多钱 以及时间去 你的小舅子一家人还在打工 这个首先我告诉你 这就他那个 费劲了 你说 就他还在打工 他还等于他还在为生计去奔波 甚至说两口子有一个人 如果不上班的话 家里面就是属于负收入 就是这道理不是有点吗 老公挣点 然后媳妇天天给家看着 你这个负收入到时候孩子上去 不代表你上了哈佛建桥什么 你就拿了奖学金 也不代表你可以分逼不花 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 甚至将近一个人一年的工资 你都不一定拿了够学费 这是钱你先说天地扔到位 但是他有个哥非常有钱 你就说是三十一万富翁吧 你他哥能不能 他哥的钱能不能给他 咱们的孩子长得像他哥呀 不是我说话不好听 你家孩子培养 你还能贷款培养吗 对吧 你要真觉得你孩子是 你要真觉得你孩子是个天才 你要上国外去培养 你至少就是假如说 咱们说如果钱不在考虑范围内 你至少得是上名校的私校 私立的 那他可能没这个钱 你个老公立高中 公立中学公立高中 哥们 我说不好听的 本身你亚裔 你亚洲联在学校 就受被霸凌的 这可能性就很大 你再超龄去学 你孩子不大点 跟小豆包子似的 上高中 那高中 我说不好听 那高中老黑 你要真是个高中 碰着个老黑 那高中的老黑 没鼻咽的 长得一下大连毛糊子 你敢信 长一下大连毛糊 你说三十都信 你讲话电影台词 这种八岁 我告诉你 那高中的孩子 长得跟大老爷们 跟大胡老爷们 把你家孩子 小学刚毕业 跟个小豆包子 讲话低一只手 连书包那也 都给你低了下来 就这种情况 你希望孩子 个公立学校 他能怎么的 当成天才 你别回头 是今为天才 被埋卧了 我也这样说过他的 对不对 我也这样说过他的 他有个大女儿 他大女儿 是很普通的一个小孩 就他那个小女儿 是个天才 是啊 那我真的是给你建议 尤其是孩子 来了以后 还得适应一段语言 然后回头 我很多我跟你说的 本地的长大 半路出家的小孩 到美国以后 长大了 土不土 羊不羊的 你说ABC 他不是本地出生的 你说不是ABC 他满口英文 认证人家的文化 甚至家里面 跟你说中文 你就跟家长说英文 这种很多的 不是说没有 也不是说少数 很多的 回头这孩子 真是个天才 他回国回不了 他回不了国 真的 就是这样 完了 跟美国当天才 去当收银员去 去麦当劳点餐去 你不太想看分吗 你就分好 完了 你现在说能不能恭喜 分好还不一定能恭喜 天 那你上外面 羊帆啥 你折腾啥 家里也待不下你了 家里没有名牌大学 对不对 就是他那个老婆 他那个老婆的妹妹 在美国嫁个美国人 他妈的 他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把他搞羡慕美国 他妹妹嫁美国人 是什么段位 嫁完了以后 那美国人 天天给他当牛做马 天天嘎嘎浪漫 应该还算可以 就是个中产 对就是他 他那个美国老公 咋的是属于嘎嘎浪漫 给他几位当牛做马 天天给 给媳妇洗脚了 怎么感受的好了 我就是 我就听你的说法 因为我觉得美国人 你就蓬敲射击 你去问一问 我告诉你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中国女的 嫁给老外 是最惨的一类型的 我只说最惨的 我不说好的 确实是有那种 比较有手腕 老公讲话了 四五十岁嘎嘎浪漫 晚上回家 不买树玫瑰花 媳妇都翻脸的 确实是有的 这个我就不细讲了 我跟你讲讲 我见过大多数 都啥样的 一边要 这个老外 很双标 一边要享受着你 回家你嘎嘎伺候我 什么 做饭了 洗衣做饭了 端茶倒水了 家里面搭操卫生了 一边享受着 咱们中国 中国女人的 这个 这个 就是 勤劳 传统美德 一边享受着 这个 一边呢 女的呢 还得在美国 还得人人平衡 还得自立 还得出去上班 她还得上班 你也上班 她甚至女的 甚至比男的 挣的都多 完了回家 也得伺候人家 完了 她光光琢磨你 老外 老外光光琢磨你 老外有这个习惯 我告诉你 老外 老外就是 你别看的 50岁60岁 她看家庭医生去 她说 我想回家 我想琢磨 光光琢磨你 完了 琢磨 你得上班 你回家 打扫尾声 完了 你还光光琢磨你 完了 你还得过英语 这一关 你还得上学去补课 我都认识 我身边又认识老多 这个了 你是真的是属于 卑躬屈膝的 那时候 完了一说 我老公是老美 我老公是白人老美 就好像 就好像自己有个 什么特殊的证识 我告诉你 一点不 一点不骗你的 你是不是上班的吗 英文官过了吗 咋的 你要一问 我得上班 英文肯定得学 我告诉你 不出意外 她也是光光挨琢磨的 四五十岁 她照样挨琢磨 光光挨琢磨 她真的感受啥 对不对 对啊 我也这样说的 她已经四十多岁了 她不是 她属于那种 那种项目经理 就是说 反正就是搞那种 比较好的那种 搞国内搞建筑 她不是老板 她是那种打工的 但是项目经理 比较厉害的那种人 有能力那种 但是她养在那边 打黑工 然后现在她的情况 她老婆是美院的 就是一直都 将当家庭妇女 她从来没上过班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跑过去 我现在最关心的 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说的是 她回不来 这么可怕吗 她回不来了 她拿啥申请的 你不到吗 申请的不就是 家里回不了吗 不申请的 就是回不了家呀 交通乱 你先去了解一下 签证种类吧 你先去找个 外面那些 旅马浪的主播 你先去找外面 旅马浪的主播 你说 我有旅游钱 我过去了以后 怎么申请留下来 别一致 好吧 你说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要跟她说一下 那孩子 只能是长得给你 要不你这么着急 长得只能像 没那么说 那真不是 真不是 别乱说 多正直的大哥 我是问正经的问题 我哪在那里看 我哪是个照片 我在重庆游民大学呢 说正直大哥 一点玩笑才有不了 行 大哥我相信你 但是我告诉你 他们申请的东西 是回不来的 这么可怕 我老爸也不知道 以后要想回家 对得挖门捣动的 我就这么告诉你了 这么可怕 回不来了 落地就回不来了 你回不了 你就是因为说 回不了家 才能留得下来 明白吗 这道理 我说这么简单 你听不懂吗 懂你的意思了 你就是说 他们想留下来 他就必须 他必须得说我家回不来 人家问你为啥回不去 就说白了 就家交同名状了 纳个口供 完了我回不去了 你要一回家 你要这一回家都得 就说白了 就挖门捣动 你还不听不懂吗 挖门捣动才能回去了 这个我懂了 好了 回祖国嘛 那意思 对对对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好了 再见 非常感谢 小玩意儿 好嘞 谢谢